大家好 我是小镇 现在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又准备去市场给大家找二手机 看看最近的行情怎么样吧 这不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 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粉丝让我帮他们找机器 因为现在年底了嘛 很多机器的行情呢还算不错 想换手机的朋友这段时间确实蛮适合入手的 先来帮一位粉丝拿一台三星的s20 奥帅 这一个机器呢是原装 没有拆修过 有气密的 直接丢进水里泡都没问题 十二距离形内存加256g的单内存 三星的这一款旗舰机房 大家应该不陌生的 这台机的橙色呢也是完美 冲新99新的 非常的漂亮的一台 目前这款机器的价格呢是3200左右 再来帮一位粉丝 拿一台华为的p40普洛加 这款机器非常牛皮啊 跟上一款的s20奥帅一样 拥有一百倍的变焦 直接可以拍到月球表面啊 非常长大 来看一下配置p40普洛加8g的音信内存加256g的单内存 八位的机器呢是可以装鸿蒙系统 这一台呢目前还是安卓 回去我们给它升级到鸿蒙系统 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这一款机升级完鸿蒙系统之后 不翠不黑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 我个人感觉比苹果用起来还得心应手 陶瓷的后盖用起来也是非常有手感的 目前这款机呢是4000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网上非常火的一款s7手表啊 这个是华翔北的m7plus是一个智能手表 不就刚的一个机身 看一下这个画面呢也是非常清晰的 戴的是磁吸的无线充 像那些接收短信接打电话以及测心率这些都是基本功能啊 它的还有很多功能也是蛮强大的 这一款表的价格呢是200多 今天也是卖了20多个 再来帮一位粉丝 拿一台华为的nova7pro5G的 刷好鸿蒙系统了 我们看一下是8g的运行内存加128g的内存 双卡5g华为的这一款机器呢 搭配的是70985的一个处理器p40pro加呢 才起零990相当于低了它半个等级吧 这款机器目前是2000块 在同等价位来说 这款绝对是最扭批的了 再来帮有粉丝 拿一台三星的s15巨版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机器的配置啊 是8g的运行内存加256g的大内存 三星的欧略曲面屏 这样一个机器呢 也是有细密的原装机 没有太修货的 目前这款机器呢是1600左右 还有一位朋友呢 要一台华为的mate30pro5G版 这个机器也是我挑了半个多小时 挑到一台非常亮的一个 系统呢 也已经装好的鸿蒙系统了 8g的运行内存256g的一个配置 鸿蒙系统 这款目前是3500左右 麒麟9905g的一个处理器 这款机器的屏幕呢 也是非常漂亮 拥有88度的一个瀑布屏曲面 视节效果非常的好 这一款呢 是三星的大折叠屏二代 已经刷好了w21清晰天下系统了 一个三星的折叠屏手机 前段时间这款机器呢 还是上万的 目前这款机器掉价的也非常快 目前5000多就能拿到了 而且是可以支持5G网络的 真的没有听错 这款机器真的是5000多而已 而且是纯年装没有采修过的一个全好的机器 今天这些机器呢 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一会我们全部拿回去 测试一下 晚上就可以发走了 好了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大家记得点下关注 有什么想问 想了解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